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独家出品 第307集 太阳系 火星表面 黑衣罗锋在席卷天地的红色沙尘暴中瞬间变形 整个人仿佛气流一样 变成一条仅仅12米长金角巨兽 而样貌跟真正金角巨兽一模一样 这样的体积只能说是金角巨兽的小婴儿 体内那1081个切面的黑色金盒微微旋转 上面无比复杂的金色蜜纹 隐隐地和空间契合 太美妙了 这种感觉 小金角巨兽也某种有着一次兴奋 它能清晰感觉空间的波动 那般的熟悉 那般的美妙 就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开始吧 小金角巨兽立即按照绝对空间中指引的方法 开始练习起来 它的一双领甲翅膀 踢爪 尾巴 都是需要被用到 特别是长长的尾巴 可以轻易做出极为细微的方向改变 两个金角巨兽 三个 四个 五个 周围出现一个个小金角巨兽 仅仅片刻周围就出现了九个小金角巨兽 这金角巨兽身体结构还真的是最适合绝对空间修炼 这魔杀族分身用人类形态只能施展出五个分身 而用金角巨兽形态却能施展出九个 小金角巨兽完全沉浸在这绝对空间修炼当中去 这套秘法是金角巨兽的某一代仙辈中强者 专门为金角巨兽所创所改造 人类哪倒也没发练 因为你没有尾巴 你没有翅膀 真美妙 沉浸在绝对空间修炼中 小金角巨兽对空间本源法则似乎触手可及 时间一天天过去 金角巨兽修炼感物精致本源法则 而魔杀族分身化为小金角巨兽 去修炼绝对空间 而罗锋本尊则是将两大分身的修炼感物融合为一 去努力研究眼神兵 去苦练万线流飞行秘法 在这种高效率修炼下 罗锋的实力几乎是每天都有些许提升 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终于 来到华夏时间 2070年9月份 而整个宇宙人类租群中 108个宇宙国 上百万天才汇聚 举行巅峰对决开始的日子 就是在这一个月 华夏礼 2070年9月5号 清晨 罗锋站在自家天台上 摇看着东方刚刚露出半个脸的红彤彤太阳 虽然是夏天 可是清晨还是挺凉爽的 一大早上天台 看日出呢 穿着睡袍的徐欣 也走上天台 徐欣看着陷入镜的罗锋 眼前这个男人 虽然在地球上声望达到极致 可是 依旧将精力 几乎完全花费在 那坎坷而缥缈的强者道路上 对此 徐欣并无不满 他分得清轻重 只是偶尔有些时候 会心中有些酸楚 因为有时候罗锋全力埋头修炼 可能直接闭关十天半个月 当然 平常罗锋还是很顾家的 对 罗锋看着远处东方尽头的朝阳 微笑点头 这些日子 你天天都将时间 花费在舞蹈上 好像很久没看日出了 有时候 你也该放松放松 别让自己太累 罗锋看向妻子 伸出手 轻轻拥住妻子 轻声道 老婆 对不起 都老夫老妻了 这么肉麻 徐欣脸上 扶起一丝红晕 罗锋黑黑一笑 明天 就开战了 罗锋看着远处朝阳 感慨道 那可是众多宇宙国百万天才呀 按照潜无宇宙国的情况 这百万天才中 超过一半 都是跨入法则门槛的 在巨斧的舞场 宇宙级强者跨入法则门槛 都堪称无敌 可实际上 在宇宙中 恒星级跨入法则门槛的 有不少的 整个人类族群 这种绝世天才 有数十万之多 不过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平均下来 一个宇宙国 就有数百人 潜无国主动命令不朽 专门请这种绝世天才 加入潜无秘境 可想而知 这种苗子 个个都是宝贝 这种绝世天才 怎么可能会被送到 巨斧的舞场中去搏命呢 那样陨落概率太大了 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小区 爸 爸 加油 两名长相极为相似少年 看向罗凤目光中 都有着崇拜之色 这一对双胞胎少年 正是罗凤的儿子 平平和小海 论年纪 他们俩现在虚岁就十一岁了 因为从小就得到 极好的培养 孩童时代 就是学徒级九阶 现在早已跨入行星级 这令他们身体发育 堪比普通地球少年 十四五岁的样子 论模样 都遗传了徐心优点 长得很是帅气 不像罗凤那么普通 其中哥哥罗平 脾气比较好 性格温和 和小时候比 变化很大 弟弟罗海 则是闹腾得很 可因为从小 在这样家庭中 他们的辅导老师 都是敌范白卡罗 这两个宇宙级九阶强者 白卡罗在得到罗锋 传他与莫星一脉 修炼秘法之后 去年突破到宇宙级九阶 家中卫队仆人 都是一群恒星级 加上罗锋的荣耀 令罗平和罗海 从小就极度崇拜父亲 以有这样的父亲为骄傲 在这样家庭成长 罗平罗海 性格虽然有些差异 可骨子里 却有着共同一点 都要成为强者 奇特的是 这双胞胎兄弟 可能从小就喜欢 在虚拟游戏中战斗 虽然儿后都觉醒了念力 念力天赋 比罗锋要差一些 可他们二人 都选择了当武者 这令当父亲的罗锋 有些无奈 爸爸是最强的 小海高喊道 罗锋不由笑起来 三子 加油 站在旁边的雷神 挥拳喊道 你可不单单代表 潜无宇宙国 更重要的是 你代表的是我们地球人 说得好 罗红国点头喊道 满脸洗色 小锋啊 你二哥说得对 你也代表我们地球人 虽然宇宙国中 生命星球亿万级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 加起来 更是多得吓人 可你也得加油 为地球人称气啊 嗯 罗锋轻轻点头 在心中 不管是雷神红 还是罗锋 对地球的归属感 更加强烈 我先出发了 罗锋直接大步离开 在虚拟宇宙 各个大陆岛屿上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 上百万绝世天才们 都通过传送 前往各个宇宙国聚集地 前屋大陆上空的一座 浮空岛 刷的一下 罗锋出现在浮空岛传送点上 罗锋先生 请这边走 站在传送点旁边的一名 宇宙机战士 穿着工作服 微笑的指向旁边条路径 谢谢 罗锋微笑点头 而后沿着路直接走去 片刻 罗锋就看到不远处 被美丽花草围绕的一片广场 正聚集着一大群人 乍一看 都有数百人 有男有女 长相各异 不过其中最起码有三分之一样貌 算是比较接近地球人的 地球人样貌 在宇宙中也算是主流 罗锋来了 那个疯子 不少青年男女看过来 数百人都是获得名额的 这一次潜舞宇宙国 是要派出一千名天才的 罗锋 嗨 疯子 这些人中 有不少人都笑着和罗锋打招呼 因为参加过轮回战 所以 罗锋和这其中超过两百号人 都是一对一战斗过 风轮 帕特洛 罗锋也和交情较好几位打招呼 随着时间流逝 一名名天才赶过来 人越来越多 而野人荣君算是来得比较晚 最终一千名天才高手 全都聚集 这千人熙熙攘攘站在一起 不少现实中认识 或者战斗中结交的 彼此都聊天叙旧 罗锋 这一年多实力提高了不少吧 我知道 你进步很大的 野人青年荣君 俯瞰着罗锋 罗锋转头瞥了眼 三米多高野人 等巅峰对决的时候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这么自信啊 野人眼睛一亮 忽然 轰了一下 一股无形威压笼罩整个广场 一千名爵士天才 面色都是一白 身体不由自主微微发颤 而后随着脚步省 一名穿着林甲战袍 戴着头盔的巨人 走了过来 他自然弥满出的气息 就仿佛死神降临 带着浓重血腥的那股气息 令人不由自主恐惧 身高足有八米多的巨人 就是上一次那位存在 潜污宇宙国的一千名天才 按照国主命令 由我带退 巨人声音轰隆 在头盔笼罩下的那一双毛子 给人以无穷压力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十三大人 明白了没有 明白 一千名爵士天才 不由自主全都齐声应道 包括罗锋 好可怕的压力 在现实中 他的意志为压 绝对能够瞬间令我灵魂崩溃 罗锋额头冷汗淋漓 惊具 一千名天才 在这位林甲战袍巨人面前 就仿佛蚂蚁般弱小 自然而然 会心生恐惧 这纯粹是本能 再强的意志 也根本无法压制这种本能 荣军 林甲战袍巨人 目光落在野人青年荣军身上 十三大人 野人青年荣军 微微躬身 你是我们潜无宇宙国 这一批人中 唯一一个 有把握不被淘汰的 国主对你寄予大的希望 你 不要让国主失望 明白吗 林甲战袍巨人道 是 野人青年恭敬道 林甲战袍巨人 扫向其他年轻人 冷声道 至于其他人 没什么希望 顿时 一群年轻人中 不少人都拳头握紧 人群中的罗锋 也没头微皱 哼 也不服气 实力不是嘴上说的 是靠战斗来展示的 除了荣军 你们这些人当中最强的 也就是罗锋的水准 而根据我们的情报 这一届有不少难得一见的天才 罗锋能冲进前五千就不错了 想冲进前一千 希望很渺茫 当然了 你们也可能创造奇迹 历史上 就有一些刚开始很一般 可最后巅峰对决 突然爆发的绝世天才 林甲战袍巨人扫尸向一大群人 随即便转移话题 好了 跟我出发 这一群来自 前五宇宙国各个星域的绝世天才们 只能忍着 而后罗锋他们一千名天才 在那位林甲战袍巨人带领下 同时传送 来到虚宇宙开辟出的一个崭新位面中 这是一片浩瀚大陆 罗锋他们 包括带队的林甲战袍巨人在内 一共一千零一人 同时出现这片大陆上 前五宇宙国队伍 前方有一千零八组大厦 你们的宇宙国队伍 被安排在了 零八二五号大厦 一名穿着白袍中年人 恭敬向林甲战袍巨人行礼 林甲战袍巨人鼻子哼雷声 然后带着队伍 直接朝远处飞去 哇 一千零八组大厦 一个宇宙国队伍 追座大厦 遥遥看去 远处一千零八组大厦 自然形成一个环形 在一千零八组大厦围绕中央 就是一个鸟语花香的美丽广场 那美丽广场上 这时候 正有很多的来自各个宇宙国青年男女们 随便散步聊天 一眼看去 最起码超过十万人 降落 林甲战袍巨人声音轰鸣 这千零宇宙国天才队伍 迅速降落 落在广场边缘 而后沿着道路 直接朝零八二五号大厦走去 广场有着通向 每一座大厦的专门通道 看 那零八二五号大厦 是千零宇宙国的 看来是千零宇宙国天才队伍 荣军 那个高个野人是荣军 嗯 他实力很强 哪个是荣军 荣军 来自其他宇宙国的很多天才们 遥遥看着千零宇宙国小队 开始议论起来 整个千零宇宙国天才小队 在听到远处 其他宇宙国天才们的议论声 大多数人心中都暗恨 能够冲进千零宇宙国前一千 哪个不是绝顶天才 天之骄子般的人物 而现在 明显其他宇宙国天才们 只重视荣军一个人 没将其他人放眼里 疯子 听到了吗 其他宇宙国 只知道我们前宇宙国有一个荣军呢 绿发青年走在罗锋旁边 笛声道 这名绿发青年 正是当初罗锋参加预选时 和罗锋在同一个城市 最后巅峰对决的超级天才 风轮 风轮比罗锋幸运一点 擂台决战 风轮是连胜四场 直接的盗名额 罗锋很平静 随着大队伍前进 低声道 风轮 这也不怪别人 荣军的确强 绿发青年微微点头 嗯 我也知道 也听说了 这野人荣军实力 足以冲击着宇宙总排名前十 而我们 想冲进宇宙总排名前一千都很难 总排名前一千 罗锋眼睛微微眯起 而这时候 前无宇宙国天才队 已经随着灵甲战袍巨人 进入那0825号大厦 这大厦一楼很是宽阔 足以容纳上千人聚集 轰隆一下 那股强大微压再次出现 压迫着一千名天才 领罗锋等所有人 都连忙转身看向那 最是高大灵甲战袍巨人 那灵甲战袍巨人收敛 微压 冷漠道 我这里 有一到一千的号牌 你们每个人领了号牌 使着号牌进入各自房间 那 是你们休息居住的地方 随即 这灵甲战袍巨人一挥手 一个个号牌飘然而下 分别落在每个人身前 野人容均一伸手 抓住号牌 号牌上只有一个数字 一 罗锋眼伸手抓住号牌 号牌上只有一个数字 二 一千名天才高手 都抓住号牌 你们自由解散 可以在屋内睡觉休息 也可以去广场上 和其他宇宙国天才们交流 等到天快黑的时候 虚拟宇宙公司组织者 会召集你们所有人的 不管你们在 这个未免空间哪个地方 都能听到通知 李英甲巨人 早是一千名天才 冷声道 说完 李英甲战袍巨人 直接大步走出去 而前无宇宙国的 一千名天才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三五成群 各自拿着号牌 或是聊天 或是去找自己的房间了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